这个小女孩刚到家 发现妈妈已经被杀害了 身后的墙壁上到处都是血迹 但她却镇定自若 好像不知道家里有人死了 放下书包 拿出铅笔 开始做作业 这时电话响了 女孩说 妈妈你接电话呀 而凶手就躲在旁边的柜子 凶手以为 女孩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就放过了她 然而凶手一走 女孩就大哭了起来 她知道母亲永远的离开了 但在刚刚那种气氛中 她知道她必须骗过凶手 才能活下来 我们不得不惊叹 小女孩的沉着冷静 我们回头看一下 女孩的表情 她的内心 确实比一般的孩子 要强大得多 在这里 我想考一考 在场的90后的朋友们 小女孩手中拿的是什么呢 好了 回到故事中 一眨眼20年过去了 杀害母亲的凶手 仍然逍遥法外 当年的小女孩 摇身一变 成了现在的小美 是整地美 小美做了刑警 她接到一起凶杀案 死者被人强奸并杀害 现场情况惨不忍睹 小美来到现场 被眼前的一幕震慑到 凶手的钻手法 跟20年前 母亲遇害的情景一模一样 捆绑尸体 割掉舌头 这个场景 她再熟悉不过了 警察很快在一间民房 抓到了凶手 在凶手的冰箱里 整整齐齐地摆放着 四个被割下来的舌头 经过审问 凶手小时候经常被家暴 心理逐渐开始扭曲 并以杀害 比自己弱小的女子 为生活的乐趣 从而满足自己病态的心理 但有一点非常疑惑 凶手才23岁 20年前 她也才3岁 不可能有能力 杀掉小美的母亲 但凶手 却对小美了如指掌 还说出了 小美母亲被害的事情 可小美 从没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由此可以推断出 凶手一定还有帮凶 几天后 凶手在吃饭的时候 在饭里发现了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着 你可以去死 杀害母亲的人还没抓到 这个凶手 竟然在监狱咬蛇自尽了 唯一的线索也没了 案件又陷入了僵局 但同事那边 又发现了新的线索 说在马路上遇到了一个傻丫头 傻丫头有精神分裂 已经失踪13年 今天突然又冒出来 让人疑惑的是 傻丫头的身上 竟然有小美的照片 晚上小美接到一通电话 紧接着还威胁小美说 你的下场会跟你母亲一样惨的哦 小美怕傻丫头遇到危险 就把她接回家里照顾 傻丫头连衣服都不会穿 并时不时躲到柜子里 这个凶手相当狂妄 直接来到小美家里 接连杀害了小美的几个同事 纹身而来的小美 在楼道里发现了傻丫头 不料却被凶手从后面偷袭 凶手对小美了如指掌 甚至小美哪年哪月 几时几分第一次来立架 都详细的描述了一遍 之后凶手用刀割伤了小美的脖子 幸好小美被及时赶来的同事救了下来 她怀疑凶手可能就是身边的同事或者朋友 她带着傻丫头指认凶手 傻丫头看了一眼便说 张思尔就是凶手 张思尔这个人确实有问题 她喜欢收养年轻女孩 然后顺理成章的跟他们发生关系 人证物证全部齐全 张思尔被抓 多年的案子总算了结了 小美也开始跟同事黄思尔约会 两人一直互相有好感 随后两人一阵干柴烈火 完事之后 小美无意间接了黄思尔的电话 打来的竟然是傻丫头 她说 事情我已经办到了 能不能别杀我的父母啊 听完这话 小美惊出一身冷汗 刚刚跟自己同床共枕的男人 竟然就是杀害母亲的凶手 这时黄思尔出现了 打晕了小美 并把她带到了一个地下室 这里不止小美 加上傻丫头 还有另外三个如花似玉的少女 他们都是从小被黄思尔 圈养在这里 从而满足自己变态的心理 她淡定的讲述着 自己童年悲惨的经历 小时候她喜欢一个小女孩 而小女孩也同样喜欢黄色 但是好景不长 小女孩转头就跟别的小男孩玩了 完全抛弃了童年的黄色 黄色怀恨在心 就杀害了小女孩 用石头在女孩的脸上 砸了150多下 刚开始 她每天都提心吊胆 害怕警察来抓她 但发现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 根本没人调查她 随后她就越来越猖狂 15岁那年 凭借自己人畜无害的样子 敲开了小美家的门 制造了20年前那起凶爱 话讲到这里 凶手之道也该结束 她拿起刀将另外四个女孩 一一捅 正准备干掉小美的时候 重伤的傻丫头 爬起来刺伤了黄色 小美顺势拿起一把手枪 几枪下去 解决了这个恶魔 至此电影结束 影片的结尾有两行字 说影片是送给一个远方的朋友 希望她的噩梦已经结束 看来这又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如果是真的 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早日走出来吧